两位里边请 走了啊 可不可以慢走啊 慢走 坐 拿酒 两位喝点什么 好 我不喝酒 没让你喝酒 你站住 我本来呀 今天听到了一些 关于语焉的消息 不过你要是 不想知道的话 我也不想勉强你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说你听到了语焉的消息 对呀 但是呢 如果你要想知道 你就得听我的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放心 我不会让你杀人放火的 你骗人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语焉的消息 不可能 不要 你 在辽国的太子飞幅之后 更加美得让人目不转睛 他站在辽国太子的身边 看上去真的是一对神仙眷侣 听说太子对他宠爱有加 他们还真是幸福的一对 拿酒来 你现在是不是心里面很不舒服啊 拿酒来 小二 拿酒来 来了 两位客官 请慢用 请慢用 借酒浇愁愁愁 想让我教你一个 必喝酒更令人心里面痛快的办法吗 那就是 砸东西 很过瘾的 一起来吧 小姐 小姐 别砸了 好 好 小姐 别砸了 千万别砸了 我告诉你 这家店我全买了 拿着 别废话 快走开 砸 你慢慢砸 随便拿吧 快点 快点 你疼 好 好 bạn 你先 Jersey 这是ui 你来 你匆盈 美味 你不卜God 你还会 那好 我们再找一家 再咋 走啊 走 走 七弟 我要和楚楚到外面去走一走 好 玩得精心点 当然 走了 走 姑娘 这次求的是什么呀 姑娘 我一直以为 她喜欢跟我吵架多点 我们吵得多许 大家都是开心的 她不在家 她不在家 我就天天来为她求平安 可是 她回来连正眼都没有瞧过我 我觉得累了 自信呢 不想再跟她吵了 可是她却反过来对我好 可是她却反过来对我好 当我想对她好的时候 她就又跑了 属于中平 千门 不用了 都是命 什么 你怎么会儿的 优劣 我 你们会儿的 你不是 我 有事 你会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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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里 你会儿的 走 夫人请用茶 放下吧 夫人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钗莫名其妙的就断了 夫人 请准许一云帮夫人接钗 若能重接玉钗的话 那真是感激不尽啊 有劳姑娘了 我还要去厨房看一下 开饭的时间已经过了 不知道楚楚是不是需要帮忙 夫人不用担心 一云会帮助楚楚的 好 这事干什么用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把它拿出来干什么 从来都是 我们先把东西分门别类 然后按照楚楚姑娘的吩咐 把烟料弄好了 把火烧忘了 她自己来煮 还是让我来做吧 一云姑娘 那怎么可以啊 你是客人 怎么能让你做 杨叔叔 我不是来做客的 我是来当丫头的 以后啊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做 你们干什么 快干活 好 好 干活 不用再弄了 已经够了 我见大家吃得这么开胃 怕不够吃啊 不过 这可是最后一盘了 想不到 宜允的厨艺这么好 想来比楚楚姑娘还差一截呢 不相伯仲呢 连特地为五个做的两样摘菜 都这么好吃 摘菜呀 可是楚楚的弱项 我觉得都不错 楚楚做得也挺好 是不是老秦 看给你乐的 跟楚楚出去一次 就能吃三碗米饭 我到家了 不请我进去坐坐 我给你开玩笑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明天再继续 我不叫魏 我叫明姬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明天不要失晕 明天啊 我带你去玩更好玩的 我走了 再见 请搜尽 参见公主 这边情况怎么样 一切都按计划行事 这一次 我已经见年取得 蛇在花及杨家的信任 公主这次来汴京时 你什么时候 开始过问起我的行踪了 属下不敢 依云 你在跟谁说话 没有啊 我没有在跟谁说话 我只不过 刚刚丢了件东西 怎么就找不着了 丢了什么东西我帮你找吧 不不不 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的 丢了 楚楚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都忙了一天了 我是叫你一起吃饭的 好啊 不过 我暂时还去不了 要不你先去吧 好 那你快点啊 你的身份千万不能暴露 必要的时候 给我除掉它 是 我过去 就是 我 没人 吃饭的 快点 你 杨夫人 杨夫人 这柴若接不上就算了 别太劳神了 不 我一定要把它给接上 柴不能端的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你不妨告诉我 我是个很好的聆听者 我们家裙 这些年来 娘没有给过我什么 只是我十五岁那年 我娘给了我一支 她陪家的法柴 可是不知道怎么了 后来这法柴就无端地断了 没几天 我娘 我娘就死了 柴不能断 这柴不能断的她不吉利 依云 就由她去吧 反正我没有女儿 你就把我当是你娘看待 以后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好了 别再难过了 杨夫人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好了 不哭了 你们看我这也多好看 我是为什么呢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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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 嗯 杨夫人 很手 真香 也不太有事了 怎么办 呀 也不太好看我 洗手了 我都不少睡了 这是 我看夫人一直睡不好 所以用香草做了个香囊 这样放在屋子里面 夫人闻着味道可以安神 而且还可以避邪 义云 你想得真是太周到了 没什么 只是一个小小的香囊而已啊 可是这里面有你一片心意啊 我差点忘了 我给您盖了碗鸡汤 我帮您去拿 先别忙了 过来 陪我说说话 夫人 您看什么 可能真是头缘 我总觉得你跟我好像相识一样 你的神情像极了我的一位固有 是吗 义云只是一个贫贱的女子 夫人认识的朋友 肯定都是官家的太太 义云 没有这个福相 你别这么说 我这位固有 的确算是出身名门 可是纵然是身在帝王将相之家 也未必是件幸福的事情 如此说来 夫人说的这位朋友并不幸福啊 世上恐怕没有人比他更命苦啊 夫人既然是他的朋友 作为朋友 夫人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我一生之中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朋友 夫人 夫人 难道有负于他 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他 可是找不到 怎么也找不到 怎么也找不到 福如 你在天有令 一定要帮助我 他看上去不像是在演戏 难道 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 夫人 您怎么了 义云 你能来我家 这是老天的安排 我知道你以前受过很多很多的苦 可是你现在来到天波府就到家了 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会保护你的 你以前所受的苦 一切都过去了 为何没有动手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天晚上楚楚并没有看到什么 你什么时候变得心慈手软起来了 事关重大 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除掉杨楚楚 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 你不是善于用毒吗 我相信 你自然有法子下了毒 而不为人所觉 这 你不是要报你的侍仇吗 你不是恨蛇塞花吗 怎么现在 对一个小小的杨楚楚你都下不了手 她对你毫无戒心 你大可以在她的茶里 饭里 加入慢性的毒药 可是 可是 可是杨楚楚是一个侍卫高手 我怕我到时候下了毒 会被她识破 你不是已经研制出 无色无味的毒药了吗 我知道杨家上上下下 对你都很好 但是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好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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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看到老儿就想咬 等他自己上钩了 才会知道后悔 不 我觉得鱼儿 其实是义无反顾的 当他被鱼竿 带离水面 飞向空中的那一刻 一定是他这一辈子 最激动的时刻 可是激动过后 就是死亡 就算是死亡 哪怕有片刻飞翔的感觉 那也是好的 没想到姑娘 你这么超脱 你刚才说 如果我有了喜欢的人的话 就会明白你刚才说的话 是啊 其实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个人是当兵的 跟你一样 军人的妻子可不好当 要整天提心吊态 这一点 我娘的体会最深的 可是 我就是喜欢他冲锋陷阵 英勇的样子 他可是在玩命啊 他够英勇 够聪明 没有人比得上他 那他可以算是豪杰了 如果有机会 你介绍我认识他 其实 那个人你认识 是吗 他 看 看 看来 还是没有鱼愿意上你的钩啊 四郎 我喜欢你 这条鱼足足有两斤多重 今晚可以夹菜了 四郎 你没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别说了 你刚才已经说了 你会祝福语人 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难道 你心里面还是在想他 可是你们在一起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忘了他吧 四郎 不要说这些 四郎 我知道你想安慰我 可现在不是时候 我不是安慰你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对不起 四郎 干吗要说对不起啊 你又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 对了 你喜欢吃怎么做的鱼 我来做给你吃 干吗 你不用担心 我不是那种 会缠住男人的女人 你需要时间 我就给你时间 我等你 走 我们做鱼去 走 包尔 事情办得怎么样 爹 您就放心吧 这次的事 我办得十分的漂亮 等明天上了大殿 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这么有信心 你可记得 爹是怎么跟你说的 要不就不出手 要出手 就十拿九尾 有四哥 来人哪 不用 手法一样 看来还是那个人 那个人 谁啊 就是把杨四郎通敌的情报 密告我的那个人 什么 今天 这是了帮密探用的剑 可以做杨四郎通敌的罪证 这个人 两次帮我们修理杨家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这天伯府结的冤家可真不少 要灭杨家 看来 比想象的容易 这金剑 再加上记恨杨家的那个赵文腾 杨四郎他 这次应该死定 你回来了 原来公主早就来了 你去了潘府 公主明察秋毫 属下未得命令擅自行动 请公主降罪 我知道你恨天伯府里所有的人 但是 也不必争在朝夕 这样冒险驱送金剑 于事无补 反而可能会怒巧成拙 公主请明示 宋帝宠信杨家 万一 他拒不相信杨家叛国 那在他的眼里 潘仁美就成了小人 如此一来 如果他再不相信潘仁美的话 对于我们而言 等于就少了一枚可用的棋子 可是与属下之见 宋帝只不过是个昏君 潘仁美是捧得上帝位的人 哪怕杨家打上了这一仗 那昏君肯定会忌惮 所以我认为 公主的忧虑不足为惧 只是 那个潘仁美也太窝囊了 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 就迟迟不肯下手 这次我连金剑都给送过去了 证据确凿 接下来 我就要看他是不是依然卫首卫尾了 你这是卫功还是卫司 两者都是 杨家的儿子死一个算一个 到时候对我们大辽 不是大大的有利吗 霸王 天波府一按你城上的奏本 朕已看过 既然杨炎朗并无通敌 杨将军已无纵此 朕就放心了 皇上 皇上蒙先帝不弃 唯以重任 末将就是粉身碎骨 也难以报答黄恩万分之一 怎敢鞠躬呢 既然心中有愧 又何敢鞠躬啊 皇上 臣有事起奏 潘青家此事既已查实 你若无其他证据 就不要再妄言了 臣想推荐一个人上殿 事情便一清二白了 准奏 宣赵文德觐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杨将军 你可有话说 皇上 微臣一家蒙先帝眷顾 才能尽忠报国到今天 若非皇恩浩大 臣今天也不能站在这庙堂之上 今天被奸人所害 虽死 仍能挺胸昂首赴皇权 可恨 我不是葬身于沙场之上 而是死在这个小人之手 好一个义胆忠肝的忠臣 你当年不是也背叛汉士 来偷大宋吗 我敢问一句 杨某欺暗投名 就非君子了吧 皇上 现在人正物证俱在 而且他们无法为自己开脱 请皇上立即做出圣财 以收杀鸡儆猴之效 皇上 一人坐身一人当 此次被诬陷的是我 无可辩白的也是我 还请皇上 对杨家瓦开一面吧 启离皇上 启离皇上 我所言谢恩之事 不知所谢何恩 令桂邦不惜割地相增 我邦铭记公主随军出征 建于军营苦门 他贸然出营 在边境一带游玩 后来被宋兵发现 背擒而受辱 幸亏杨家少帅 摒弃敌我之分 于大是大非之前 显仁义君子之风 就我邦公主 与危难之时 我邦公主才能存清白 保性命 我邦敢贵邦国乃仁义之邦 所以决定永世修好 岁岁来朝 为表示诚意 我明姬公主 这次也亲自来到大宋谢恩 明姬公主也来了 快请 来 参见陛下 明姬公主快快请起 谢陛下 皇上 老臣一时糊涂 听切谎言 几乎铸成大错 请皇上治罪 该如何罚你 朕想好之后自有发落 杨岩郎 你为国有功 凡己遭冤枉 朕必对你好加奉上 皇上英明 微臣要的只是一个公道 至于其他的赏赐 微臣愧不敢当 而且因为微臣年少无知闯破 令八贤王等众大臣日夜操劳 微臣实在问心有愧 因你的仁义厚德 才是辽国求和称臣 不补偿你如何能服天下人人至事之心 扬言朗听风 谢皇上 朕封你为任勇将军 此后 勿要速赌忠贞 喧劳陆利 使朕北顾之忧 微臣定当忠贞效力 死而后已 退下吧 臣告退 来 起来吧 谢皇上 老臣惭愧呀 你呀 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皇上教训得极是 所行的是 杨将军他没有追求 否则连朕都保不了你 那个赵文德真是混账 这种人留下来也是祸害 老臣一定严加成处 交给杨将军成办吧 算是还他个公道 是 你心中是否怨恨朕 是朕让你去查杨将军的 老臣不敢 老臣没有办好皇上交给的差事 朕还是相信潘卿家的 以后还要潘卿家多多执见 不必有什么顾虑 多谢皇上 刻恨当时我不在金卵殿上 不能目睹到老奸贼失望的样子 竟然栽赃嫁货真是卑鄙 我真想好好教训他们父子俩 还好我们四哥福大命大 还让那个老狐狸使机不成 反倒受罪 还说受罪呢 皇上看在潘妃的面子上 已经原谅潘日美了 这怎么讲 先别说了 我给你们做了点点心 先吃点东西吧 楚楚 你的脸色看起来真是不错 是不错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无论如何 也得出来沾点四哥的福气 也别太介意了 反正四郎没事了 以后潘仁美再要对我们杨家怎么样 有这个先例 皇上也未必听她的了 这真是太好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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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是有事情 帅哥 为了真正的 呢 不错 我认为你 多孙悟 不错 我认为你 杀职了 我承认太 座主 杨将军 让我们坐进去 好 大家冷静一点 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冷静有什么用 大家听我说 杀了辽国公主或许可以成一时之快 但是很快又会激发起战争 又会有很多无辜的人死亡 更何况是战争害了你们的亲人 跟辽国公主无关 是啊 果然传言不是假的 杨家四郎和辽国公主思通 杨夫人都要出来为自己的儿媳说话了 你们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安静一些 我们杨家与辽国打仗出了多少力 别翻脸不认人 打仗当然会死人 要是轮到我杨七郎上战场 为国捐躯的话 我绝对没有二话 对 对 对 快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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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很危险 快回去吧 没关系 我一点都不在 你留在这里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的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易云 愿有头 战有主 我要杀了你 为我全家报仇 易云 明镜 明镜 朗中 情况怎么样啊 邪已经止住了 有待观察 我开了些药 让她歇着吧 告辞 我真没有想到 这个辽国公主 是个这么有情有义的人 是啊 如果她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 娘 相信她会没事的 明镜 好点吧 我没事 四郎 我这次受伤 有你们家里人一直陪着我 我真是觉得真是太值得了 公主 我们杨将 对不起你啊 杨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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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公主 我们两国已经议和了 以后我们不再是敌人了 娘 娘 我带易云来 给公主认个错 易云 快说吧 再一遍 你不能干啊 一遍 你不放心 她是什么 你不平 这遍 你怎么回他们 让父母 你走 不要生活在仇恨之中 免受战争之苦 所以 这次我受的这一劫 可能是上辈子欠你的血债 你不要再自责了 公主 你太狂宏大量了 我们实在无言以对 我们还是让公主早些休息吧 受伤的人不能多说话 我们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